在当年的香港娱乐圈中,谢霆锋算是四大亲王之后的接班人,名气一时无量,无论是在唱歌或是演戏方面,谢霆锋都有不少拿得出手的作品。 不过在同一时期,依然还是有几位心境后生,能够在一些方面与谢霆锋相抗衡,张伟健正是其一。 在早年,张伟健会进入娱乐圈,并不是通过演戏,而是因为张国荣的骑鞋,当初张伟健是作为歌手才进入的娱乐圈。 不过在事业的初期,张伟健混得并不好,很多时候都是打打下手,连第一张专辑都是出道后几年才录制的。 张伟健迎来真正的爆发,要述2000年,在这一年,张伟健演的《小宝与康熙》正式上映,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好评,甚至经常被拿来与之前几个版本的陆顶记相比较。 而因为这部剧,张伟健与张希,算是定下了情缘,在这部剧中,张希饰演小圈竹穆建平,在剧中视为小宝的小老婆,而两人在经历过。 多次合作之后,也算是情投意合了,最终在经历了十年爱情长跑后,正式结为了夫妻。 如今张伟健已经52岁了,不得不说的是,张伟健在事业上的发展,的确是并不顺利。 在2010年过后,